我们认识快两年了 我们本身不属于一个世界 但是我们一起知道很多问题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这位朋友自己不是很看好 我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爱情就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爱他和他爱我 这样就足够了 但是最近我发现他管我管得太严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自己对我 我感觉他外面好像似乎有了一些异性的朋友 虽然说有一些异性朋友很正常 但是我感觉太过去亲密了 我跟他因为这事情也正常了很多 现在我想跟他提个分手 他竟然跟我提出分手了 我特别害怕 我害怕失去他 他为什么不信任我 不被看好的爱情 不被谁看好 别人的看法在爱情当中重要吗 这段爱情又遭遇了一些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毛27岁来自吉林水电宫 女嘉宾小松22岁 同样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一开始是在那个网马里认识的 第一眼嘛 觉得那个就是被那种 他那美的一下就说征服了 也是想偷偷那个知道他联系方式嘛 他上机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在他身后 偷偷把Q号给记下来了 我叫他好友跟他那个进行就聊天嘛 那时候一开始我刚追他的时候吧 也是真的也是挺困难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个那帮闺蜜 还有他那帮朋友啥的 也都是不太看好我俩嘛 各种阻碍吧 就是说那个跟他说嘛 说那个我咋咋地咋咋不好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为了表现 那个我真的是挺喜欢他 我就一直对他那个各种好 往来慢慢的 他也有一些朋友 看到我对他真的挺好的呀 往来就是也接受我俩那个在一起 行 这么说吧 你追了他多久 整整是一年 那现在这个谈恋爱 谈到现在是多久了 两年多 今天快三年了 我看那个小片是你现在想跟人家分手是吧 对 你害怕了 为什么你要跟他分手呢 因为在我刚跟他认识之前 就是他那个认识了一个哥哥 我给起个外号叫宝宝哥 对啊叫宝宝哥呢 他那个真的特别烦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他那个女孩呢嘛 肯定那个就是在QQ里边发一些动态呀 就是什么像说 哎呀我今天那个比较辛苦啊 我今天比较累啊 怎么这点 完了他那个可到好在底下来就 哎呀宝宝你怎么啦啊宝宝你是不是累了 我给你过去捋一捋吧宝宝宝宝宝宝宝 哎呀这宝宝叫的啊 我 água朋友的可到好了 哎呀这男谁呀 是不是你对象啊 哎叫这么亲密 现在人不都自己 把自己成为宝宝吗 不管老的 少的 年龄小的 年龄大的 都这么叫 什么例如宝贝辛苦了 宝贝委屈 只是不想说 都这么叫 我也这么叫自己 可是他那个关键叫就不对了 我跟你说一下 真的特别烦人 你知道吗 我俩毕竟有时候 得需要约会 单独吃个饭 看电影啥是不是 这也很正常的 但我俩一吃饭看电影 他哥就不知道 从哪能冒出来 就是等于你们三个人的 约会和电影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差不多 不是 也不能再说 你知道吗 他哥哥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之后 完了他 就是为了陪他哥哥吗 就把我扔那儿了 在我心里 我一直拿你当成亲人 你说我哥 我就拿他一个当一个外人 千里条条 过两个小时 过来找我 然后你说我不见他妈 你说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你会包容我 你会理解我 所以说 我才同意跟我哥出去 然后过来 再过后再找你去 你这过后也太晚了 好不容易见你面 那头没得见到面 你就陪你哥哥去了 那最后再见面的时候 就得是第二天了 我后来不也是 跟我哥已经说这事了吗 我说以后 就是别人不提前联系 你就直接过来 打扰我生活 然后他说也同意了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你说他这哥 就多客气 就有一回他伤病了 就是病的都不行了 怎么叫病的都不行了 他那个就是咋的呢 已经下不了床 他是他哥病了 还是你女朋友病了 他 我女朋友病了 我女朋友病了都不行了 就是咋说 都在床那都不行 翻着打滚的都不行了 因为我在外地嘛 几千里之外 那头想要赶回话 也得是一天一夜的 当然我也挺着急的 我说给他朋友打电话吧 都是有的一些忙的 有的一些正往会赶的 完了我当时就想起他哥来了 我就是给他哥打电话吧 我会看呀 你帮他送医院去吧 行不行 完了他说 不行啊 我现在上班呢 中中的弟弟 你说就像这样哥 你还能跟他接触吗 那谁看人也不能那么准呢 那我看错了 我要知道他那样 我还能跟他那么好吗 那这哥现在还影响 你们的生活吗 没有 他现在已经就是 就是淡初俩的生活了 就因为没送你去医院 就淡初生活了 没有 也不能说淡初 还偶尔联系你 那就完了嘛 没事了 不是过了吗 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是 关于他这哥一整 就是当他面说坏话 他连反驳都不反驳 不反驳不反驳呗 你觉得他坏吗 你觉得我男朋友吗 我觉得男朋友 我觉得他挺好的 这不完了嘛 你管别人说什么呢 可是我一说他哥坏 他就跟我急啊 他现在不是 不跟他哥太联系了吗 怎么不联系呢 刚才不是说 不怎么联系了吗 是不怎么联系 但不代表他不联系 要求还挺高 还挺较劲 不是你那个时候 叫人家送女朋友 去医院的时候了 不是 你知道为啥 我这么说吗 因为我 有一回我也生病了 你知道吗 完了 我打电话 我说我生病了 跟你打电话 那个陪我聊聊天 行不行啊 我说我这个现在给医院的 我就想要你陪我聊聊天 我也不指望你过来 你陪我聊聊天吧 然后他给我来的好 说那个 哎呀 我跟我哥 那个出去溜的那 你等会吧 我一听我就急了 我说你哥重要 我重要 完了他夸把我电话挂了 我再打回去之后 原来他就给我来这一话 哎呀 你能不能别打了 你烦不烦呢 你到底想咋的呀 可好了 原来给我来一话 你要再不行的话 咋就不处了 把电话给我挂了 找到电话之后 还得我向他赔你道歉 我说哎呀 对不起啊 是我错了 大阿弟弟 你那时候 那时候你打电话那么贫 你说五分钟打一个 五分钟打一个 然后我哥那边说 按说你对象 真是的啊 人家定时查岗的 五分钟查一次岗 不是我查不查岗 关他啥事啊 他给你拉的五分钟打呀 我那时候想跟他解释的时候 但是你这电话打太频了 我没办法解释 你电话再来 我哥那边一说 弄得我也挺不高兴的 别说你哥了 也不是个哥 叫得那么亲 就说那个男的吧 你们确定 你们俩在谈恋爱吗 嗯 我那哥还跟他表白过 你咋知道的 他跟他聊天记录 要我看到 你怎么会看到 他聊天记录呢 他经常放到我手机 特别喜欢我一次 心里不踏实是吧 那我能踏实吗 他跟哥都那样了都 都哪样了 一口一个宝宝的 还想咋的啊 行 就这一个哥吧 还有呢 一共有几个哥啊 这我只是跟你说 这么几个例子而已 哦 我说就说 例子 我是问有几个人 几个这样的哥 还有挺多的 那你再给我举一个吧 这叫宝宝哥是吧 对 还有其他的哥吗 还有一个 你还出去做建制的时候认识的啊 那个也是他哥啊 那个不是我哥 那只是一个工作管理的 那咋不是你哥呢 他只是一个幼儿嘛 年龄没有大 那都叫哥呀 那怎么算 那是大一点嘛 都快赶你爸年龄了 你27 那人多大 比我大 那么几岁 那不跟你一样嘛 十几岁 行吧 接着说吧 完了那个 那歌更可气 你知道吗 可好了 你上一个歌 也就点台叫个宝宝拉倒了 对不对 这歌可倒好了 直接上来 哎呀 他俩聊天 有时候就是 亲爱的你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呀 哎呀 我想你了 这么一点 我聊天就是那样 我平时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呀 我跟谁聊天都这样 不是那你挺好玩的 你说一个正常朋友聊天 你说行 可以叫亲爱的 也说那想不想 我都能理解 你说那都讲话了 完事了 你就来一个摸摸达 那啥意思 摸摸达你还不好摸摸达 完了 那男的来就 那个玩二摸摸达 完了他来一个摸摸达成二 他来个摸摸达成三 一路成到十 你这成三自暴 那怎么快呀 现在聊天 不都喜喜摸摸达吗 我当时就觉得挺好玩的 也没想到被你看到了 不就那么一次吗 不是 那你是不是当时答应我说 你不再跟他那个 来摸摸达了 对呀 那你之后咋还聊呢 我就觉得这聊天 根本就是 你说你本来看我 这聊天记录 就是你的错呀 不是 那你告诉我 那你说你跟你哥 一整晚上就有时候 一开始是挺正常的 出去那个说 我出去干活 做个建职啥的 我说一个大学生 出去做个建职 多经历一下 那个社会阅历啥的 不也挺好的吗 完了 可能好 一开始是出去做建职 到后面就得改成吃饭了 看电影了 一吃饭看电影 就晚上十一点钟 十二点钟才回来 我俩出去的时候 都挺晚的 出去吃个自助 吃了时间有点久 跟哪个什么 跟那个业务员 我有时候讲话了 我就挺担心他 完了我就是给他家里边 楼下啥的 我就等他 我从下午四点多钟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平时下班 都是四点多钟 完了我回忆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电话 我也挺担心的 就打电话干啥不接 我就上他家楼下等他去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就给干等 等到十二点钟 可他好回来了 他俩回来了 一块走回来的 那头讲话 看到我连声都不找 完了在我面前 就像那个情侣似的 快走过去了 我得像一个路动师 跟他瞅他俩 当时特别尴尬 我见到你 我不知道说什么 完了最恋我可惜的是啥 他俩分头要秒之后 回来了 见我第一句话 你正常说 谁对象不得问 就哎呀 怎么了 你知道给这样待 冷不冷啊 累不累啊 待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得问这些 最基本的 他那一句话 哎呀我累了 我哭了 太晚了 我妈那头该担心了 回楼上了 你知道那头 你妈还担心呢 你就不知道我担心你呢 你当时不也让我 直接上楼吗 说别等了 我那不也是生气嘛 我还说 要你早点回来 你咋不早点回来呢 我还有一回 就跟他那个哥哥 所谓的那个 他说那业务员 去一趟那个 长白山去玩去了 玩的时候跟我说 假动说 说那个 我跟我姐姐出去玩的 我说那行 你跟姐姐出去玩 那个玩开心点 之后 我那个跟他姐姐一聊天 我说那个 跟那个 我对象出去玩 咋样干 她姐姐说 不知道我 我没我 我后来 我一查他手机 咳到好了 跟他那个 就他跟他那个 业务员哥哥 那个出去玩去的 我俩那次去 那个有点事 去那谈业务员去了 你说我俩出去 我告诉你 你肯定是吃醋啊 不是 那你回来的时候 你为啥不肯跟我说呢 你说你天天查我手机 然后总担心我 这个担心我那个的 他一时会儿 就总那个跟踪我 这不是都是你干的事吗 我那叫跟踪吗 我那是 我那是担心 你知道吗 我那都给你那 公交站点等你 我那等你回来 跟踪你是 从你从家里边 出来一直跟着你 那叫跟踪 再次说了 有必要你跟我 撒那个谎吗 我觉得 在你身上 总是那些 束缚我的一些 条子框框 你总是 这个不让 那个不让 你给不了我的 那我肯定是说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束缚啊 然后我觉得 跟他们能在一起 产生 精神上的共鸣 我觉得很开心啊 精神上共鸣 你讲话 你就有必要 跟他出去玩去 我是不是 因为我跟你说 我说那个讲话 咱俩出去玩行不行 你咋跟我说这样 我觉得跟别人在一起 玩很开心的 很放松很自在啊 跟你在一起并不是 我咋约束你啊 我是不要你干啥了 你现在这样 哆哆碧云 你现在就是这样 你平时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说让我平时 咋跟你玩 我那么也是关心你嘛 但是你的这种方法 让我接受不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今天是你要分手 对吧 对啊 是你不想分 对吗 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 你看精神上他跟你是没共鸣的 你宁可跟别人去玩 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他又这么束缚你 他提出分手 你应该欢天喜地啊 解脱了 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恋爱这段时间 就挺不容易的 本来在一起就很坎坷 我当时也是鼓起很大 有些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他这两年来的就是 跌跌跌的关心 然后就是让我很感动 就是每次他 就是他对你好 对特别好 你舍不得他对你的好 但是你愿意跟别人玩 因为那样玩的开心 是吧 其实如果我男朋友要是没那么舒服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因为那些哥哥的事情 然后跟他分手啊 并没有觉得影响到我俩这段感情啊 真想分手吗 真想 那分了不就完了 来我们这干嘛呀 可我也熟的 不想分 对吧 分手是说出来吓唬他的 是吧 是还是不是 分就别来了吗 说实话真的 我追挺不容易的 而且男的有个这么喜欢 对 你们俩这回答都特别有意思啊 并不是因为爱而分不开 一个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我享受这份好离不开 一个离不开 是因为我追得太不容易了 哎呀妈呀 行了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皮特奔店 年轻漂亮的女孩 认作妹妹 没想法 一百个人说 我一百一十个不信 男女之间 有纯正的友谊吗 极少 特别在青春年少时 没有点 非分之想 是绝不可能的 我想 这个道理你也很明白 你只不过 揣着明白装糊涂 任这些哥哥 也一 获得大家对你的 情感上的愉悦 可能还有点 小虚荣心 说实话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 我早走了 反过来 说说 小伙子 爱情是什么 唯一啊 女朋友是什么 只属于一个人 这是人类 所有的爱情的准则 对吗 对啊 主持人你都说了 那头讲话 那头爱情 是属于唯一一个人的 那他干嘛 找那么多哥哥呀 找那么多哥哥 你走啊 你居然能忍 这事我不能忍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舍不着他 因为他年轻漂亮 你居然就因为这个 就忍了 因为我爱他 你爱他 所以你能忍耐他的一切 哪怕他到处认哥哥 爱有这么宽容吗 别当那种 让人瞧不起的男人 你别侮辱了 爱情这个字 与总 什么样才能成为 你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就是说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基本上能满足你 几个条件 第一 踏实 第二 开心 第三 很放松 最终 一点 你就特别喜欢 我 就特别喜欢 你 我 是 我 我 不要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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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起码应该有一点点自尊 就是你如果没有男朋友你就算了 你有男朋友 或者知道有个男人在死心塌地对着你 对于有些男人明明显显在吃你豆腐 不管是从语言上还是从别的 你不可以说你是很享受 或者聊天就是这么聊的 你还觉得恶心 如果你不觉得恶心 我才觉得你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其实在一开始 你跟那些哥哥比起来也差不多 你也是冲着容貌去的 冲着容貌去其实也很正常 谁不喜欢美女呢 但是喜欢美女是有前提的 如果因为喜欢一个美女 而没有了自己的自尊 即便得到了 也是与人分享 而不能得到全部 我不建议这么说 为什么不是呢 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哥哥在做斗争 不 在我看来就是分享 因为她没有把所有的真心都给你 你承认吗 我能明白你意思 那不就是了吗 但这会儿又要面子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女生会立即做出改变 因为这需要一段时间 即便她自己想改变了 她身边的那些人还是会流言蜚语 类似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类似于太不匹配 类似于门不当户不对 这样的谣言肯定不会禁止 你受得了吗 我受得了 你真受得了 为了她 如果要是她要真的为我改变的话 我想我会 如果下次还有男生约她出去的话 如果还出现刚才你所说的那个画面 当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 入过你身边 一言不发跟你没话可说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场景 你怎么做 那她永远见不着我了 说话算数 算数 真算数 算数 漂亮有什么 漂亮始终还是要老去 如果漂亮能够说 只供你一个人欣赏 她只专心对你一个人 那我认为是值得的 如果要与人分享 打死也不干 你说呢 对 你好好考虑一下 就这样 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的一个底线 你的底线是什么 守住就好 所以你们俩仔细掂量掂量 因为说爱会太虚无 感受会变 想想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如果一段感情连底线都会被突破的话 不要它倒也好 找一个底线一致的人不是挺好的吗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我知道我有时候是坐着约束 约束得太紧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 我不想把你那都跟别人共享 因为我真的爱你 虽然说这次我提出分手了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还心里面 心里面舍不得你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变的 一定会为我而改变的 我不知道 咱们俩能不能再继续下去 但我只希望 无论你以后是跟我还是不跟我 麻烦都改变一下了 为了以后你爱的人或爱你的人 请改变一下自己吧 我会变的 我会努力为你改变的 是我做的不好 我可能 一直没有珍惜咱们俩之间 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这是我的错 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看过了这么一段这个感情之后 每个人大概都会有 每个人的一些想法 其实当最后当这个女生在道歉的时候 心里还是紧了一下 这一对 她们自己最终会怎样去选择 请请开门 你真的决定为我改变了吗 女生可以接受男生查你的微信是吧 可以接受男生查你的电话是吧 能 能是吧 男生还查吗 不会了 我相信她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你看这保湿的话 要保湿一被湿 可是爱拿什么去保呢 拿时间 拿生命 你们自己的课题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启发 我知道那头又可能说我约束你约束太紧了 我以后会干 而且 我知道你 你也一定会舍我得我走的 以后那头我会好好改变我自己好吗 我也会不改变我自己的 我一个大老爷们 那样你给逼成一个像老娘们似的 也算是 你也算是那什么了 谢谢你 以后我继续为你洗洗做饭 好好的过吧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